我和我前妻离婚已经有两年了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可这一切都被我亲手毁了 原因就是因为我太多疑 很不相信我的老婆 总觉得她在外面背着我和别的男人乱搞 每次想和她冷静下来谈谈 她总说我想的太多 冤枉了她 我们离婚的前一天晚上 她到半夜才回来 我问她去哪里了 她跟我说在她妈家帮忙做事情 可是我不相信 因为男友大晚上去帮忙的 所以我一直去问她 可她非常不耐烦的就把我给推开了 我一下子失去了理智 不仅骂了她两句 还删了一巴掌 她意气之下 哭着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我也没有挽留 直接和她说离婚吧 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 她走后 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 我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是对是错 我非常难受 但是第二天 直接开车去了民政局 那个时候的我 大脑一片空白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到了民政局后 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送她过来把婚离了 半个小时 她打了一辆车也赶了过来 签字办手续的那短短十几分钟 她一眼都没有看我 曾经的结发夫妻 没想到变得这么陌生 我心中唏嘘不已 离婚后 才是我噩梦的开始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 从单位下班回家 刚到家 饭都没吃 就要肚子疼得厉害 邻居马不停蹄的把我送去了医院 医生跟我说 得了十道癌 而且已经是晚期了 怎样痊愈的话 非常困难 而且需要巨额的手术费 我听到这些 整个人都慌了 因为我跟我前妻结婚的这几年 我们的工资都是有多少花多少 根本没有多少存款 而且每个月还要还房贷 所以根本无法复习高额的医药费 最后没办法 我打算把房子卖了 但是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和我前妻的名字 没有办法 第二天晚上 我就给我前妻打了一个电话 要求和她见面 商量一下此事 一开始 我前妻死活不愿意跟我出来 后来我说 你不出来 我可能就要死了 她才勉强答应了 我直接跟她说 我得了癌症 需要很多钱治疗 我打算把我们的房子给卖了 因为房产证上有你的名字 所以和你说一下 我前妻听到这些 瞬间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一脸惊讶地说 别开玩笑了 你身体好好的 怎么可能会得癌症 我看她不信 我就拿出了医院的化验单给她看 她看完后 久久说不出话 你先回去吧 我考虑两天再跟你答复 两天后 她来医院看我 来的时候 她把我们的孩子带来了 我看到孩子的泪嘴 就止不住了 还没等我提卖房子的事 我前妻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她说 这是她父母借给她的 让她先用着 我看着手中的银行卡 哭得就更加厉害了 没想到 跟我离婚了 还这么照顾我 在婚洋行以前 怎么对她的 心中满是亏欠 银行卡给我后 她就带孩子走了 我去了银行 准备把钱取出来 没想到里面有三十万 这三十万对我来说 可是救命稻草 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脑中无比的自责与后悔 没办法 只有等身体好了 才能好好抱到他们一家 拜拜 的